大家好,我现在在四千梅岛 先来卡个早餐吧 这边就是我住的民宿的公共区域 带早餐的,大概是人民币50块一碗 好处可能就是离合比较近 我的屋子就在那里 离合就特别的近 然后也没有那么热 看一只小猫了 好小啊 已经跟我手边大吧 没有手大 刚生的小猫猫 他们听不懂 旁边还有一个这种电视 不知道能不能开了 大屁股的 我们那边都那么叫 我大概有十几年没有看过这种电视了 最近都是液晶的了 小朋友还和猫猫玩 那是猫猫的家呀 挺好的 小猫不愿意待里面就跑出来了 刚才小猫突然凹叫了一声 然后两只大猫就赶紧过去了 真好 太黑了 拍不清楚 相机里拍出来好像也是黑乎乎的一片 OK 现在早餐上来了 冰咖啡还有 面包还有炒蛋 他们叫的是煎蛋卷 煎鸡蛋还有一块面包就是 吃完饭又收拾了一下 幸好今天没什么太阳 您看 今天整好的没什么太阳 适合出去玩 我现在看看准备能不能租停车 我在两个岛之间逛一下 然后去买一下去柬埔寨的车票 里边的本地小孩在摘果子 好厉害 好像那个小朋友在吃 应该是已经摘到了 然后路边很多这种在盖房子 野生的厕所 你们看那辆车好有特点 就是一个摩托车 后边多绑了一个屁股 可以坐更多的人 这已经发现有一家可以订票去柬埔寨的了 我挨个问过去吧 这条路 问到那边都是很多 我看哪家能给便宜 那边我就买哪家吧 ok我问了之后呢 老板娘让我等一会儿 可能他不太懂 他交另一个人来跟我说 然后我身后 那里还有换钱的 汇率的话好像挺一般的 我都这边走走再看吧 哪家互利最好再在哪家换一下 第一家失败了 他开价35 我说30美元人家不行 我再去其他家看看 第二家也失败了 也不愿意花价 然后第三家第四家也看家失败了 可能真的就是这个价吧 35美金 其实也不急了 我先去租个自行车吧 然后下午再去买这个车票 这边是租自行车的 个时百千万 一万五的话是到晚上七点 然后两万的话就是二十四小时 大概这个意思 大格人民币的话是六块 一万五 六块钱一天自行车 OK 已经租到我的小自行车了 然后我看看的话改手机拍了 相机拍可能不太方便 现在是十点多 我怕中午可能会太阳很大 我回去先把我的帽子和墨镜取回来吧 正好顺路 我可以去另一个岛上玩一下 OK现在刚刚收拾完 换了身衣服戴了帽子和墨镜 还从住宿那里进来超大一瓶 免费冰水 太爽了 现在要准备去另一个岛了 冲啊 现在基本上是岛中间的位置了 也有很多田地吧 好像马上就要到了 就是连接两个桥的 连接两个岛的桥 我住的是东德岛 我要马上去 应该是东阔岛吧 哦就是这个桥 冲 还有拦路狗 拦路猛狗 拦路猛狗 不敢拦我 被我的发王色给压制住了 好漂亮啊 你们看 对面有车 大家快看有野生的哥哥 还有猪哈尔师兄 哈尔师兄刚睡醒 我从来没见过绳子拴猪的 太逗了 到了 导航说这是一个瀑布 我来骑过来看一下 鸡 OK 现在已经买好票了 在我身后那里买大概是30 个时百千块 三万 和人民币的话是12块 然后把自行车 请在这里可以进去了 OK到了 好棒啊 而且好长一片 从那边到这边 想跳到那边去看看 其实好像不太行 我帮他们跳过去看看 就这边 就这边 应该能下去 不过还是算了 刚才有个牌子写着不能下去 哇 你们看那边好棒啊 哇 哇 这个瀑布好看是好看 但是其实就那么一点 一分钟也就看完了 然后坐着休息一会的话 我出去找地方该吃个午饭了 马上12点了 现在回到了我住的那个岛的一个餐厅 点了芒果沙冰已经上了 大概是8块人民币 还点了一份咖喱饭 还要等一会儿 咖喱饭也上了 等了又大概20分钟吧 还有一个汤 忘了是什么汤了 这边像小米粥吧 现在大概是一点多 酸饭的话回酒店先一会儿 等太阳没这么大再出来 可能三四点钟 然后再坐船的话 去这边最大的一个岛 叫东孔岛吧 还是叫什么忘记了 最大的一个反正 然后就一会儿见 OK 现在刚刚换完钱 大概换了150美金的样子 不过车票钱还要付35美金 因为实在确实是便宜不了了 现在换完钱了 要去这边最大的一个岛 叫什么岛 东孔岛是吗 要去最大的一个岛去转一圈 因为明天就要离开了嘛 还是去转一下 然后一个人的话是20 8块钱人民币 一会儿去那个岛上找地方景点 看看日落 日落可能还要一会儿 然后吃个饭什么的 好像走错了现在 刚看一下地多号 这里不是东孔岛 就东孔岛下面一个也是比较大的岛 然后一群小孩子就围着我叽叽喳喳 不知道说什么 我一句听不懂 他一直盯着我有点害怕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要钱还是怎么样 还笑我有点害怕了 这边好热好累 我现在只想回住的地方休息了 已经不行了 现在回到码头了 有船经过 我找着手看人家 原本也载我一程 不然的话可能要游回去了 就到那儿 那一天 终于打到船了 就是那个 我身后那个老伯的船 老伯在哪 在那 他是英文也听不懂 就是字也不懂 你知道吗 我拿翻译给他看他也不懂 我们比划了半天 他也不 反正我也不知道他明明明白去东宫岛 比划半天反正就交流失败了 就让他把我们送回原来的岛 我们回原来的岛 再打那个船去东宫岛吧 我真的要崩溃了 然后这个大叔的船 是这种两个船拼一块的 比较稳当 比刚那个单条船稳当多了 这还一个大甲板 跟上面打滚都行 现在回到我住的那个岛了 然后再去东宫岛的话 人家你说没有船了 太晚了 那个河水已经降下去了 现在有点危险 开船的话可能会有石头 如果飞翔去的话 160人民币 算了吧 很可爱 他是又回来了 你看这个牛 那个小牛 那个小牛还挺害怕 我们 我也很害怕他 其实 吃饭地方的可爱小妹妹 哈哈 那个粉衣服的小女孩眼睛特别红 估计是游泳时候蒸羊 这两个都是 不是游泳的时候一直睁眼眼睛 可能有点感染吗 还是怎么样 本来享受给大家看看日路的 好像被挡住也看不到了 不过还是挺漂亮的 我们看下边还有沉船呢 还有还有一个盆 还有两个盆 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是点的薯条 好香啊 有点脆脆的 有点炸糊了 最喜欢那种 谢谢 然后小朋友给拿来了番茄酱 OK现在我炒饭也到了 然后实在是太累了 还想拍日落 结果没有 上了不拍了太累了 明天还要早起去加密大 就这样吧 拜拜